你喜欢养宠物吗?可以听说过宠物吃人吗?比如猫吃人或者狗吃人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实的例子 现实中发生过很多宠物吃人的故事 自己的主人去世后,一些宠物就会吃掉自己的主人 很多以为那是因为主人死后宠物没有东西吃,所以被迫做出此举 但其实不是 很多记录在案的宠物吃人案例,宠物都是在主人死后24小时之内开始食用的 也就是说,主人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开始了 而且是在不缺吃喝的情况下 可能有些时候,所谓人和动物的感情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对于他们来说,你就是一个大点的会移动的猫粮而已 是不是瞬间觉得怀里的猫不香了呢? 不过不用担心,你可以试试炖猫汤,先下嘴为强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个猫吃人的电影故事 匈牙利魔幻现实主义电影《人体雕像》 男主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地方,这是一个以吃为荣耀的国度 吃是一种全民参与的运动,甚至成为奥林匹克比赛项目 在最短时间内吃完最多食物的人就能获得世界冠军 男主就是这方面的顶级运动员 刚出生时,他长了一个猪尾巴式的东西,被父亲用刀狠狠割掉 长大后他成为职业吃货运动员,长期的训练让他极度肥胖 而且为了参加比赛,一轮吃掉几十公斤食物后 为了进入下一节,要赶紧用催涂剂将食物吐出来,然后继续比赛 比赛过程极其痛苦,但面对教练的怒吼和观众的山呼海啸 这些人为了荣誉也完全顾不上健康和痛苦,只能狂吃 男主在狂吃中直接休克,身体再也撑不住了 医生给他做了手术,比赛也因此黄了 但男主的努力还是获得了姑娘的芳心,对方也是职业运动员 两个人热情相爱,妻子很快就有了孩子,这让他们十分幸福 但职业原因,妻子非常肥胖,这对胎儿和孕妇本身非常危险,甚至会危及生命 他们从小训练,吃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享受而是痛苦 在训练过程中,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进食十几个小时 吃完了吐,吐完了吃,就为了拿一次世界级奖牌帮体育队获得荣誉 这些运动员在这样的体制下,仿佛牵了卖身器,根本没有决定自己健康的权利 为了保证妻子的健康,丈夫给医生打了招呼 让医生开了妻子生病的证明,获得休假的机会,以慎机减轻体重 健康证明开了后,二人终于获得了来之不易的休息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两个人度过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幸福时光 但恩爱虽然幸福,日子也相当清疲 一天,在度假中,一个朋友告诉他们 一个富豪要举办一个运动员宴会,凡是在派对中获胜的人 都能一起参加世界锦标赛 福利丰厚还可以获得出国旅游的机会 妻子非常想去,她太想和丈夫一起出国旅游了 但参赛的人要先展现实力 20分钟吃完45公斤鱼子酱 妻子吃得极其痛苦,而且她已经怀孕了 胃部承受的压力远比成人要大 很快她就撑不住了,丈夫非常心疼 但妻子表示自己还能坚持 丈夫看到妻子不舒服,很是紧张 她表示自己什么都可以不要,这比赛不参加了 虽然妻子浑身冷汗淋漓 但还是说自己很想去旅游 二人重返赛场,强忍着吃完了所有鱼子酱 晚上在庆功宴上,大家享用着食物 妻子却再也撑不住了 妻子死了 乱姓的是,孩子保住了 由于是早产儿,孩子非常瘦弱 但男主已经非常满意了 只要儿子能活下来就行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几十年 儿子长大了,成为了一个雕像艺术家 在街上开了一个动物雕像店 负责把死去的动物做成美丽的标本 这个事业非常小众 而且诡异的作风也让她极其孤僻 几乎没有任何朋友 而且和父母不同 儿子骨瘦竹柴 对父亲的职业也是嗤之以鼻 只能活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 而当年,为了集体流血流汗的男主 已经成了一个四五百斤的老年人 由于过于肥胖 他的吃和拉撒都只能措置解决 而且身体极其虚弱 巨大的肚子就像气囊一样挤成一堆 由于儿子有自己的事业 男主只能养了一堆猫进行训练 每一只猫都像狗一样强壮 体格巨大 他每天都让儿子买十五公斤奶酪 然后让自己的猫吃完 一边看着猫咪训练 他一边还会看着电视上的吃货比赛 回忆着当年 儿子对父亲的这一切很不理解 也看不起这个除了吃什么也不能干的父亲 儿子很喜欢超市的服务员 每次买东西都找他结账 但却不敢多说一句话 这天 他为父亲买了成千上百的糖果 堆满了屋子 父亲连皮都补补直接吃 儿子问为什么连皮吃 他说剥皮的话 一小时可以吃四百个 但比赛时补剥皮 他可以吃五百七十个 儿子很不屑 能消化吗 男主说 没有他消化不了的东西 男主一边说 一边鼓励自己的猫咪继续吃 以刺激儿子 仿佛再说 看看人家 终于男主忍不住了 大骂儿子 我为你感到耻辱 儿子从猫室里出来 和父亲大吵了起来 父亲没有任何朋友和亲人 除了我谁伺候你 看到儿子顶撞自己的男主更加生气 他表示自己可是世界级运动员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和谁说话 而在两人大吵的时候 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 猫室门没有关 而且已经普视眈眈 一阵恶语相向后 儿子对父亲说了最恶毒的话 并表示自己再也不会回来 看着儿子离聚的男主 不知道说什么也不能动 儿子在外面逛了几天 健身工作 依然胆小 一人孤僻 而且让他吃惊的是 那个他喜欢的服务员也不见了 结账的是另一个人 他的爱情还没开始 就消失不见了 此刻的他回到了父亲的家中 却没有听到父亲的声音 他觉得大事不妙 缓缓走进屋内 却看到了最震惊的一幕 父亲已经死了 肚子被家里的猫完全蚕食 儿子完全被镇住了 那些可爱的猫 此刻变成了最可怕的东西 失去父亲的儿子 把父亲的遗体带到工作室 将身体处理好 把父亲做成了雕像 而此刻 他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他在家里做了一个巨大的刑具 将自己绑在上面 往身体里注射了防腐液 一步步在自己身体上 完成了做标本的每一个步骤 整个过程他都面无表情 在一切完成之后 他默默地启动了装置 用钢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几天后 一个有钱的客人来拜访 发现了家里的两个雕像 两个作品都被放进了美术馆 正是他和自己的父亲 而且为了表示 对不朽的雕像艺术的敬意 儿子把自己做成了 断壁·维纳斯的样子 这就是电影 人体雕像的故事 一个惊心动魄的悲剧故事和家庭悲剧 本篇是匈牙利的经典剧情电影 故事和影像都极其刚猛 而且投射着深深的悲剧性和现实讽育 关于故事的深层次内涵 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一搜 这里就不便深究了 有的电影叫细思极恐 这部电影表达的真是不思考 都足以让人胆寒 人体雕像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电影金山脚 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